大家好,我是隋岛 我们就要红川美国了 做了一个规划表 给大家小小偷偷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划路线图 现在大概是这样 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表格 这块就是芝加哥 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大概在这个地方 就是走这个绿线 然后就是走这个紫色的 66号公路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附近应该是古董店非常多 和非常好的地方 这个全美比较好的首饰都在这 这个中部以前是法国人占领的地方 然后后来美国是花钱把这个中部买了 所以应该有很多欧洲的东西 看,这是必须要去的 Copper Street Antique Mall Antique Mall这么大 我的妈呀 我的天啊 这个桌子好好看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里面逛 两个小时根本不够 这穿还睡 我的靠,有卖盔甲的 我就凭我们三个人的性格 肯定要买好的东西呢 咱们就拉一个集装箱在车货买回来 就是在911出现之前 它是美国恐怖袭击的那个 我们去他干啥呀 不是,这是一个纪念馆 中死吗 一个纪念馆 被袭击我们去他干啥呀 马蹄湾 凌羊骨 好漂亮 这个地方好像是 这个地方就是Windows的桌面 对 但是这个地方特别贵 120块钱一个人 而且它不是自由行 你必须要有一个印第安的导游带着你 相当于抱一个团 当然会选择住在这个大峡谷 这个口之连伯斯这个小镇 因为这个小镇有一个火车站 就是那种中二病的西部火车 然后就在上车之前 它会有一个类似于表演吧 车上也会有一些项目 比如带着你唱歌啊 劫匪劫车啊 一天是肯定够了 这是我们大概的路线 小蓝点 这是我们现在规划的路线 我们已经讨论了 三个小时了 还没讨论完呢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建议一下